人权活动人士说 一名有两个孩子的女性出租车司机 星期六自焚后死亡 在此之前 已经有许多人为抗议中国 对西藏的统治而自焚身亡 说在华盛顿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 星期天发布新闻稿说 这名妇女在青海省的同仁县自焚 新闻稿说 这名妇女死后 一些僧侣和其他人为她举行了火葬 警方在现场戒备森严 星期六的这起事件 使同仁县自11月7日以来的 自焚人数增加到了7人 近几个星期以来 同仁县的警力明显增加 据来自藏人的消息 自从2009年以来 中国的藏区有75人自焚 抗议中国当局压制他们的宗教和文化 其中有60人死亡